大家好 我是志雄 很高興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農場的一些進入歷程 這個是我爸爸 為什麼會秀這張照片 其實小時候 這是我小時候 我爸為什麼會來這邊養魚 其實有一些淵源 就是我們住的地方南洋平原 常常下大雨 那我們的老家一下大雨就淹水 所以很多農夫他可能 一年辛苦下來就是一次淹水就沒了 所以當時我爸爸就找了幾個朋友 就來到這邊養鰻魚 那這個鰻魚的產業 當時是我們都外銷到日本 然後非常快在五年之內就做得非常好 所以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家是村子裡面 第一個有電話的 第一個有電視的 第一個有轎車的 不過這個鰻魚的產業老實講 在大概從70年代開始 他就走下坡了 這個都是小時候的照片 那到什麼時候最慘 剛好這個是我當兵的那一天早上 那為什麼會去當兵 因為我覺得已經沒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了 那我不喜歡讀書 那我膽子又小 所以我在高職 在聯考的時候我也逃避聯考 我甚至連聯考我都沒有去考 後來我去讀了一個建教合作的學校 那讀完馬上就申請就是去提早當兵 就是畢業就去當兵了 這是當兵的那一天 那當完兵回來之後 我很幸運遇到我人生中的第一個貴人 就是在我鰻魚產業做得非常好的時候 有幾個像海洋學院 還是學校學人到我們那邊 那後來變好朋友 後來他們到社會上服務 那有接觸說從荷蘭 從德國 從丹麥 有引進很多的水島到台灣來 那這些產業在國外 大概已經發展了50年了 他們覺得我們的地方很OK 所以就建議我們從這方面來做 那這是我的潮場 那老實講一開始做非常難 那我跟我弟弟兩個人完全是土法煉綱 因為我也沒有 也不是本科系畢業的 所以我只能土法煉綱 不過一開始做真的 連我自己的外公都不看好 他常常說 他說 哎呀 志豪你種那個是要創的 對啊 搞不清楚要幹嘛 因為傳統的農夫他就只能 農地就是只能來種稻子 種水果 可是呢 我是來種雜草 所以當時連我自己的外公都很反對 不過也慢慢被我們做出成績來 那種大概種了一兩年之後 我的產量已經有了 不過這個時候 遇到一個非常難的困難 怎麼講 我有很多水草 可是我不知道我的市場到底在哪邊 所以當時有一個應援 我禮拜天我到文化中心去做志工 那做志工的過程後來 有一天我突發吉祥就跟我們的主任 當時是林德福 那我就跟他說 主任我可不可以送一個水族箱 就擺在文化中心裡面讓我當廣告 那當時他知道我狀況並不是很好 所以當時他就主動花了大概20萬 跟我買的三個魚缸就放在文化中心裡面 所以那時候就放進去之後 慢慢好像就有人開始注意到了 那注意到之後大概一年過了 那我的有一些基礎客戶在了 那在了之後後來有幾個客人威脅我 我們常常聽到善意的謊言 沒有聽到善意的威脅 我的客人威脅我說 志雄你要出去開店 如果你不去開店 我要去開一家店跟你拼 那當時我不知道他是善意的威脅 那聽了他這樣講之後 我們當然很怕 所以我就去開店 不過開店真的是一波三折 當時因為我的狀況還不是很好 那爸爸就反對 可是他沒有說出來 那我爸爸在我們當地的廟宇已經 大概40年 每天4點半就去了 那他就跟我說 我來去賣服作問看 我想說每天都去 爸爸的每天都去 那我就尊重他 他就去問 結果他第一次去問 回來他也沒有講 後來我問他 他說服作說不行 服作說不行 沒辦法就作罷了 第二次同樣情形 他還在去問 服作也是說不行 不行 真的到第三次我就火大了 不行 如果再說不行我就不用做了 所以第三次我就很大膽 當時也沒有什麼錢 就去跟了一個會 然後又跟一個親戚借了30萬 就60萬去開了一個水族館 這個是當時水族館裡面的照片 那開了水族館之後勒 真的還蠻順利 真的有一點順利就是說 之前我因為在家裡面的一些技術客戶都培養在了 那所以開了水族館就蠻順利 那開了之後也透過水族館的關係 我認識到很多的盤商 水族器材啦 魚類啦 藥品 那透過這些盤商 後來也要求他來賣我們的魚 賣我的水草 那當時他們也不會種 所以那一段時間我就常 台北 台中 高雄 四次去跑 去教他們怎麼種水草 甚至他們接到CASE我去幫他們佈置 所以那一段時間慢慢慢慢 我就把水草的通路打下來 可是呢 好景不長齁 台灣只要有一個產業做得有一點好 有一點點好一點齁 馬上就很多人會跟得進來了 我81年種水草 到90年這個時間 台灣超過20個水草農場 我們當時也覺得真的是隱憂啦 所以剛好在90年的時候 農委會有一個專案 就是一向一休前園區的企劃 那剛好我們也覺得是一個隱憂 就透過這一個計畫 又從傳統產業 就跳入到服務業這個行列 不過老實講 對我們來說很難 不過齁 難的時候總是有一些貴人 我們常常遇到貴人 就還滿幸運的 這時候我們因為要轉型做休閒餐 我有開了一家餐廳 那這個餐廳 這個房子我們看到 有一點就是鐵皮屋開的 那這個是我自己蓋的 因為沒錢 我自己蓋的餐廳 那蓋完之後 剛好有一個東吳大學的一個 陳教授來到我們農場 他就覺得我們的水草很有特色 他覺得這個可以發展 所以當時他就找了一個團隊來幫忙 那幫忙做什麼 剛好農委會有一個農特產品創意大賽 他就找了一個團隊 來幫我們設計的一系列的水草料理 設計之後那一年就去參加比賽了 老實講我也覺得很莫名其妙 就因為這樣去比賽 就得到了全國第一名 有三萬塊的獎金也不錯 不過老實講 那個名次是其次的 我們因為有這樣的一個比賽的空間 瞬間就讓我們得到很多媒體的青睞 那因為得到第一名媒體就開始來了 所以我們就 餐廳就被我們慢慢做了 那 剛剛有講到那個媒體的部分 其實我們農場媒體 對我們幫助非常大 因為我們沒有花任何錢 在行銷這個區塊 所以很多媒體來 那我們都全力配合 所以媒體這時候來了就對我們幫助非常大 那這時候 我們宜蘭縣政府 有一個計畫叫做宜蘭廚 我不是每個都要聽到宜蘭廚嗎 這個宜蘭廚的業務就是說 透過一些好的建築師來幫我們做一些規劃 希望透過這樣的規劃影響以後50年宜蘭的建築 那我們當時也想說 我們農場要發展 那我們這邊沒有好山沒有好水 那沒有什麼特色那怎麼辦 我們只能朝建築去做 這個是我之前蓋的房子 我跟農委會借了300萬的農村青年創業貸款 去蓋了這個180萬的房子 結果我只進去住一天 哪一天賀博颱風的那一天 住一天之後 就沒有進去住了 因為一開始不是要住 只要養魚 那因為我做我要養魚的時候 到蓋好了那個魚的時間點就沒了 所以180萬我就一天就打掉 那就被那個建築師看到 他說你這個房子這麼稠 如果我是客人 你看到這個房子我就不來了 所以180萬只住了一天 就把它敲掉了 透過這個建築師我們蓋了一棟很棒的房子 那這個房子對我們農場加分很大 蓋了之後呢 一樣很多媒體來 很多的電影來拍 偶像劇來拍 然後歌手也來拍 所以其實後來我們都很多農民都來觀摩 都會建議說如果你要蓋建築 你一定要花一點錢在設計費上面 因為可以為你的農場加很多的分數 這個都是裡面的狀況 那又過了一年喔 農委會又辦比賽了 這一年喔 我想說已經過了一年 那我想說欸已經沒有很久沒有草新聞了 那我就想說 我們再去參加一個比賽怎麼樣 那後來就去想想想 好那就去參加比賽 用了這一個我們叫他生態品的這個體驗活動 我就去參加比賽 真的也很莫名其妙喔 又得到全國第一名 那 我這個豆漿喔 我們那邊賣 我跟農會拿一瓶大概是十塊錢啊 我們農場這樣賣一個體驗活動是兩百塊 雖然已經我拿得很便宜 我也常常跟我們總幹事說 欸你當年你才算比較少 他說你一元買10塊 你買200塊 你還叫我算比較少 不過我們是 我們農場是靠了這個生態品 改變了農場的整個命運 因為做了這樣的生態品 它有很多的體驗活動 去年就有大概十萬個客人 來做這樣的活動 包括老師這邊也常帶很多歌去 那有興趣的可以到我們農場 看沒什麼 會拍第一名不是沒原因的 有機會可以來看一下 這個是體驗的過程當中 那累積了一段能量之後 我們想說我們一直做休閒農場 也不是辦法 所以我們就想說 咦 我們有什麼方法 讓人感覺比人比較強 所以後來我們裡面就討論 我們來出一本來找看看 好像瞬間可以讓我們的格 提升很高了 所以當時我們就出了一本水陶生活家 那沒想到出了之後 真的還獲得還蠻多的 我想我前幾天還收到 兩萬四千塊的稿費 竟然還能夠再版 所以因為有了這個經驗 所以後來我們已經出了四本書 那我覺得我的目的是 要讓農場的曝光率增加 第二個也把我水草的地位拉高 這個是我們的一些策略 那剛剛那個餐廳有沒有很難看對不對 我們的縣政府一直說 志祥你們家全部都是合法的 就只有一個餐廳不合法 我們管政府常常這樣告訴我 我不知道要怎麼處理 後來我就說 好來好來不客氣了 就不要開餐廳了 那那個餐廳開了大概兩年 就因為我們縣政府的一句合法 我把它敲掉 不過敲掉之後呢 等了三年我這個餐廳才敢 為什麼 為了要一句合法 我跑建築執造 跑設計 跑什麼 跑一大堆 跑了三年 我的餐廳才重新開始營業 那這是餐廳裡面的景觀 那現在還不錯啦 透過大家的餐廳的 就是做的還蠻順利的 當然我們公司裡面同仁 大家也很努力很幫忙 那這個是農場的一些文創的體驗 我們是希望透過客人來到我們農場 聽我們講故事 那聽我們講一些農場的發展過程 那我們是靠這樣生存的 像我們農場並沒有收門票 那我常常遇到客人幫我 跟我問的一個問題 他會說老闆你們都沒有收門票了 那我每次來都沒有花錢 你都沒有賺到錢 那怎麼辦 真的很多客人都會這樣關心我們 那我們的策略就是說 我會做一些文創商品的一些開發 那做一些課程的開發 那營造一些環境 開發一些好的商品 就是讓客人願意自己掏錢 來買我們的商品 這個是我們的策略 那我們也做了很多像這樣的明星片 這個明星片 我們農場一個月寄非常多 那這個明星片做有沒有選擇出 第一個我可以賺到錢 第二個 客人讓我賺錢又幫我做廣告 每一個客人來到那邊都會寫下來 到這邊非常好玩 然後就 你看一個禮拜我們就可以寄很多張出去 那寄之前他還要打卡 還要說從這邊寄出去的 所以他就會幫我們做了很多廣告 不過這邊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下 有時候公布門你一定要距離力爭 我這個明星片寄到好到非常好 我們宜蘭留舉的經理跑到我們家說 這個明星片一張要10塊錢 郵費 我們知道寄一張明星片要多少錢嗎 正常是2塊半 後來他跟我說要10塊 那我說好啊10塊就10塊 不過我寄了大概半個月我發現不對 因為我們一個月實在寄太多張了 後來我就覺得不對勁 我就直接打到台北郵政總局去問他說 這個到底是多少錢 那他沙茶細茶 他就回我電話說 學恩這個是5塊錢 我說5塊錢是你說的啊 你要出一個公文給我 我可以跟我們的郵局證明是5塊錢 後來他說你不用出公文 我直接打電話 你到哪一家郵局去寄的 然後我就跟他講 那大概不到10分鐘 我們圓山郵局的小姐就打電話給我了 他說喔 學生 抱歉 我以前都給你收過了 現在5塊就要你拿我這裡走沒關係 你看一個月就差了非常多的錢 這個是餐廳的料理 今天沒要做公國 那做了一些製作 後來我滿幸運 最近有一個最紅的導演幫我拍了一支公益廣告 這個是我最喜歡做的事情 因為我是一個農夫 這個是那個林福清導演 他之前有拍我們一個華視的一個公益廣告 很多人不知道什麼是水草齁 長在水裡面的草就是水草 那其實這個就是我的工作 那我們農場是一個很小很小的農場 不過我們很努力的在求生存 那事實上宜蘭有很多跟我一樣的小農場 他們也很努力的在求生存 那我們算很幸運 可是有一些並不是像我們都這麼幸運的 那有機會 因為大家對我們很捧場 也希望大家可以 對宜蘭的其他的這些產業 可以多一點捧場 做了這些之後 有一個人來到我們農場 那一天來我們大概忙翻了 大概五點 維安特勤人員全部都進來了 然後都躲在我們的房間裡面 然後我們家旁邊一個廟 四層樓的廟 至高點上面也都是很多維安人員 不過那一天有一點美中不足 總統來到我們農場有留下一句話 不過那一天的行程 他在宜蘭的行程 我這一句話是最棒的 有沒有看到寫什麼 他來到宜蘭有三個行程 這一個是最棒的 其他兩個我不方便講 你們可以去查 自求多福 老實講多虧總統給我這四句話 即便是今天這幾天 這一兩年我們的經濟通道不好 相對我們的對手 韓國他們經濟狀況很好 可是我的現在我的水草 有一大部分都賣到韓國去 所以我雖然用三送的手機 但是我也賺了他們的錢 那我星期一那一天 也有接到總統府公共事務室打電話來 那他問說 徐先生總統是不是兩年前有去你們那邊 我說對啊 然後他又再問了 那總統去那邊是不是有做了一個DIY 我說對啊 那總統做了什麼 我說生態球啊 他又問總統有提 是不是有提字 我說對啊 那他說那提了什麼字 我說自求多福 我說他就說喔好那沒有關係 謝謝你就掛掉了 我不知道這樣是什麼一個原因 什麼一個狀況 那今天很榮幸跟大家分享農場的一些過程 我相信在這個年代大家都應該自求多福了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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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